今天看到友邦真的無辜地被人估下來了 平保跌了7.3% 友邦現在跌了2.7% 但友邦是沒有負面消息的情況下這樣跌下來 他沒有特別的 這份業績是乖學生的 成績是好的 純利是32億 增長了48% 這份業績很漂亮 但今天沒有辦法 由於始終是同板塊 大家都是保險 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市場上沽了下來 但這隻不差 現在大概91.3% 我覺得可以考慮賣入 因為250天線都跌穿了 他曾經試過都跌穿250天線 沒有久 在7月28日的時候 然後由80多元 一路彈到最高 見過邦近100元 最高位到98元 而今次又一次再碰到250天線 我覺得大概91.3%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考慮賣入 目標價先第一步先看98元 先看98元